记得我用啥这么负贷吗 全账这玩意儿 我的妈呀 你可别小看他 在你们手里他就是个小小的便棍 到了我手里他可就是个经济杠杆啊 谁见了他都得给我点头哈腰的 他得当点供 还行 这两年吧 我活得还挺滋润 我冯英哥跟我他都比不了 你别看他白天 喝的是 白天喝的是小白酒吧 那就什么深水炸弹 到了晚上各舞厅烂串 哎呦我的妈呀 现在不行了 完了 我去看看了 我进屋一看 哎呦我的妈呀 这家伙喝的 嘴歪眼斜的 满嘴冒白沫子 我心一瞅 哎呀 还有药匣子炮制的那药酒呢 其实吧 我冯哥喝的那个熊彩 还真不怪药匣子这酒 但是今天药匣子他就倒霉了 碰上我了 今天我要给他炸出油来 我要给他炸干 我又过个肥年 顺便给我冯哥买两瓶卵猪华 看看我冯哥 要想让我带来了 我说来呀 带犯罪嫌疑人 李某库闪亮登场 朋友们好 朋友们辛苦了 朋友们好 你今天来了你啊 你不是让我闪亮登场吗 你没看见我在这站着你吗 哎呀 胡可照 哎呀 失敬失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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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味啊 对不起 刚才吃了块臭豆腐 还有心吃臭豆腐呢 哎呀 小样 哎呀 阿渡 啊 阿渡 叫姑 你应该管我叫姑父啊 你是谁姑父 姚家子 你可知罪吗 知罪 哼 我有什么罪呀 想我李宝库 活了五十余载八个世纪 纯洁无瑕 情情欲利 光明磊落 受身如玉 说我犯罪 纯述放屁 你说谁放屁 这物业没外人 你就别客气了 李宝 药侠子 我告诉你 就你配置的那个破酒 帮我冯哥喝的嘴歪眼鞋 到现在像死狗似的 还不认人的 你知道不 不可能 想我宝库 研制的药酒 在龙泉山庄是游口皆碑 你如此诬陷我 岂不是毁了我的一世英明乎 你他妈再转我修你 回来 我问你 你是官办还是私了 官办怎么讲 私了怎么说 官办就是把你弄监狱去 私了就是跟我弄俩钱 我能不能给我第三条出路 说吧 送我回家 少扯犊子堆下 什么的 对呀 不对 对呀 哈哈哈哈 面对着警棍 我放声大笑 魔鬼巴的胡客 在笑声中动摇 哈哈哈哈 你跟我俩装讲解呢 我跟你说 我不能蹲 我一蹲就等于认错 对不对 我毕竟是有组织的人 我认不认错 我要请教我的老哥大哥 你别拿刘老哥吓唬我 他就是来了 也跟你一样收拾他 怎么的 收拾他 谁要收拾我呀 他 他要收拾咱俩 一起收拾他 哎呀 胡客半年不见 又富他了哈 这家穿着警裤 卖着防部 骗着小兔 有点像孕妇 哥 你看着没 有点像怀个龙肤胎 啥 我那个 像怀着狗崽子 刘大董事长 别扯没用的啊 我告诉你 我把药匣子弄来 你咋知道的呢 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 我看看 这我知道 这不是药匣子弄的那个菜谱 狗肉炖王子吗 错了 这就是药匣子 特意下了一个菜谱 通知我急救 急救 看到这个王子吗 在笼子里边 这个王子就是药匣子 比喻比喻啊 这是一种比喻 看着为什么这王子头还叼根树呢 叼根树是啥呀 就是要找老根 找我啥意思呢 啥意思 你看着这脑子在外边 这生子在笼子里边 他自己告诉我说 大盖儿除不来了 大盖 大怎么盖啊 看见旁边这个吗 这不是这狗还有个棍吗 那不就你吗 我不教你 这道菜的菜名叫狗要王不定 比喻 就是比喻 王子 胡哥给你关了多长时间了 23小时零55分钟哥 快到24小时了 你得为我做主哥 你为我做主 根据你平时的工作表现 组织上对他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 该 对呀 对呀 组织上让你蹲的 我冤枉冤枉 你冤啥呀你冤哪 你配那老破药酒给冯乡长吃啥样的 冯乡长多不容易啊 我特意为冯乡长做了一首诗 他写诗了 冯哥不怕喝酒难 千杯万盏直等闲 鸳鸯火锅腾戏浪 乌龟王八走鱼丸 桑拿喜利周身暖 麻将戳到五更寒 如今嘴歪邪冷眼 致病急需一笔钱 冯哥多难过 你看看 还得是刘董事长 这案子跟你分析的 有高度有深度 有力度有厚度 有长度有温度 你再来两度就燕晶八度了 挺好喝的 哥我跟你说呀 不是我主动给冯乡长做的酒 是他管我药店 有何为证 字条为证 现在何处 藏于内库 从你藏出那个地方 赶紧拿出来 请哥过目 哎呀 不至于呀 哎呀 这是干啥呀 这杀伤力至于那么强吗 要化验呐 这是干啥呀 这是 哎呀 这拿手就扒了开了 这干啥呀 这是 四个加号 嗯 尿糖啊 好了 现在此案已经清楚 嗯 呼科长 马上处理吧 啊 要按我的想法 那就是私了 把这私了啊 私了 私了啥意思 就是我个人把这事摆平他 你怎么摆平 呃 罚钱呗 怎么罚法 怎么罚啊 我封哥住院啊 不能打麻将 补贴一万元 哎呀 不赌 啊 打针吃药痛苦费 一万元 哎呀哎呀 不赌不赌 不能唱歌按摩了 精神组织费 也得一万元 哎呀哎呀哎呀 不赌不赌不赌 赶紧拿 这样吧 嗯 这个空口无凭 立志为正 你写个材料 马上就办 我现在就办 现场办公 哎呀 我也写个材料 好 处理意见 李宝库因拿药酒 迫害冯乡长 胡科审判 实行私了 李宝库拿钱 赔偿 冯哥三万元 审判人胡科 拿钱来 来来来来李宝库签字 我 我 我 没你事 嗯 那有谁事啊 堆下 堆下 啊 我堆下 咋的 哥你说 你说 啥意思啊 现在我宣布 我对本案的理解 第一条 你私设公堂审讯李宝库 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 长达二十四小时 涉嫌了犯了非法拘谨罪 非法拘谨罪 第二条 第二条 借冯元有病为由 你敲诈罗索 冯 李宝库要了三万元 这犯了敲诈罗索罪 敲诈罗索罪 另外 经检查机关已经对冯元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取证 医院证明 冯元早就患有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高发性中风前兆 整个一检查 除了个没高 其他指标全高了 全高 而且不听劝告 一请就到 一喝就冒 一冒就乱搂乱抱 跳舞还 找人家给他点炮 输了点钱 连裤带闹一宿一宿不睡觉 白天文明不精神 晚上精神不文明 所以大夫说 他中风是正常的 不正风是不正常的 和药夏娃一点关系没有 你得明白 你得明白 你不明白 不明白怎么办 戴上去 贾察院 顺畅 听不对 哥呀 你才